之前做比虎的皮革奢侈套又爛又舊 所以我打算做一个新的给他 顺便拍下影片分享一下我制作的过程 制作这个奢侈套非常简单 新手都可以做得到 首先准备一张画纸 将奢侈的外形画露画纸的上面 再将奢侈的外形画大0.5-1cm的距离 画好之后 根据奢侈的外形 将画纸摄成一半 然后再用割刀将Tensie的眼镜割出来 然后用铁橘纹代一下Tensie中间按键的大小 然后根据刚才梁的大小画在纸仰的上面 记得画在纸仰中间的位置 否则到时割出来的话就会弄歪了 见过来 畫好之後就用剪刀剪出來 我把紙樣畫到眼卡紙的上面 還剪了它出來 選了一塊藍色的軟皮做這個青石包 還剪了兩條一長一短的皮條出來 長的皮條約16.5cm 短的皮條約5cm 先將皮按鍵的皮邊和拉鍊的皮邊 先用封邊液封邊 將皮夾皮床的位置都塗上封邊液 然後用膠片刮屏 然後用膠片來塗上封邊液乾了之後 就可以準備一塊膠片 將膠片放上皮隔的上面 量在一下需要的大小 然後用剪刀剪出來 用雙面膠紙帶 將膠片黏在皮床上面 在皮面的上面 用4mm的靈渣打上孔 然後用膠線縫起你 縫拉鍊之前 先將青石包上面的位置打孔 打好孔之後就可以準備一條拉鍊 一間預算一下拉鍊需要的長度 打好孔之後就可以準備一條拉鍊 一間預算一下拉鍊需要的長度 可以用留白筆刮下要剪拉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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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就可以用膠片剪走過長的拉鍊 然後用鉗仔將拉鍊的尺分走 然後將U型頭夾在拉鍊頭末端的位置 先將縫拉鍊的皮格打好孔 然後將U型頭夾在拉鍊頭末端的位置 放到皮格的上面 拉鍊已經縫好在青石包的兩邊 而對於皮格的位置就在兩邊 無端的位置都打孔 就可以用雙面膠椅 將長條型皮格黏在車時包的上面 在車時包頂頭中間的位置 將短的長條型皮帶 夾在車時包和長條型皮帶中間的位置 黏好一半之後 用零垂根據車時包的孔 在長條型皮格上面打上孔 然後用蠟線縫合 縫合的時候留意短皮格條縫合的位置 縫好一半之後 用雙面膠椅將皮格條另一邊貼上去 用雙面膠椅 將皮格條另一邊貼上去 整個車時包都在旋跟ふ Yan 宰面膠 entren 把它散出來 現在就可以把TASSE放進去 剛剛做好的TASSE皮夾包裡面 最後在TASSE包上面加一個扣 這樣就可以方便勾在袋或者褲頭上面 多謝大家看完我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麻煩在下面給個like給我 記得分享我的影片給你身邊的朋友 還有記得按個鐘仔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